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老家伙可真够阴险 你如此嚣张桀骜 若连这区区灵体都对付不了 被炼化又怪得了谁 在此地好好修行吧 炼祭 太慢 羞咬小掌 把气 炼祭 死人前人生魂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还有一动 回答我 你心妄想 好相大的气场 光有幻境灵体也看来是不高吗 发动 起 刚才好险 心中紧密 差点被人全部窥净 不妥 你上古战场都没有彻底拘禁他的神魂 这小时太惊艳了 走 拜见老宿 老宿 您已经动用了涅槃池 子子太过心高气腰 我不过略施惩罚 放心吧 他心智坚韧 不会有失 昊儿 你也进去 与他对战魔力极深 放着这样的少年至尊 不加以利用 实在浪费 老祖 我和他 境界差距过大 你不知涅槃池的妙用 你和他借此涅槃池 可同境对战 宝剑锋从魔力出 任何一位强大的修士 都需要在战斗中体悟 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涅槃 你 难道不想抓住这个机会 尊法旨 人 还是 找个人 本人 你们 我们 我们 你 那个 有 一个 你 他 我 你 我 我 你 对 又来了 我倒要看看 这座法镇 到底有多少灵体让我斩下 额 好快的速度 这不像是你 你 到底是谁 为何不敢献出真身 怎么又嘲讯我 又搞这个 好疼啊 怎么每次受伤的都是我 我们又见面了 弟弟 这谁呀 你跟进来做什么 我来与你一战 你就这么想与我战斗吗 我只想证明 与你同境对战 我不会输 我说过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 别再说这种蠢话了 那是你从未被当成他人的影子活过 你天生至尊国 是带领十足走向辉煌的希望 被众人捧在手心 你备受父亲和母亲的疼爱 他们宁愿被囚禁在布老山 只为求得圣药送回十足 给你疗伤 他们甚至不惜再生下一子 准备用其惊喜 为你虚命 那个替代品 就是我 原来父母是为了我 才被囚禁此处 可你绝不是替代品 废话少说 如今终于有了能让我证明自己 不比你差的机会 假如你是我 又当如何 弟弟 我看了这座法针 这能提升到我的境界 来吧 你与我一战 让我看看 你是否真有资格 吸收万众主摸的荣耀 你的神迹呢 为何只用风意 藐视我吗 你的神灵战奖和法器 是不老山那帮老头给你的吧 看来他们确实不知怎样令你成长 只会让你依赖外人 提升实力 实在是自欺欺人 你说什么 让我先叫你第一课 想要真正变强大 就不能依靠外力 只有在尘世之中 锤炼出自己的意志 令无力量的耕源所在 方能如太阳一般 永恒忍受 万国无灭 持律赠 即便用这片身封印 也同样能打败对手 这广场我的战毛在说脚不齿 自证 我感觉到了 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 但他们彼此气愤 有些古怪 卖 强行展开结界 恐怕会伤到你 我会控制好力的 不信 我打散 我打散 你 我打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爹 你自曉被布老山视为天之骄子 却从未在尘世争夺 尚缺实战历历 怎么说废话 再战 禁锢 放出去 我还能一战 为什么不跟我打 我答应你 将来有一天 我和你 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 可是今天不行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老贼 其人太甚 这无首毒相谈 就如此相逼 我想你们这里 山船轻覆 永化洁土 这 话真不稳 他一个烈震惊少年 是如何做到的 他 竟敢挑衅老祖 怕有天纵之词 可对我布老山而言 却是个祸台 看来 只有将他镇压了 老祖留情 为人无法对圣界交代 我有分寸 只会留他一命 记住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布老山 老贼 你只敢躲在外面吗 可敢正面一战 王口如此 怎敢独神 你也 最多不过以伪神而言 老祖真的要发怒了 老祖真的要发怒了 凡人怎敢与神为敌 若不让你见识一下神的危能 还不知自己 犯下了多大的错误 老祖要是这大神通 洪水 洪水 这是 有温柔一起镇压吗 噓